好 下面我们看 务权法律制度第三个比较基础性的问题 是要理解务权行为跟债权行为的区别 大家在看书的过程当中 看到这儿可能是有疑惑的 特别是在结合第二章 基本民事法律制度当中 所讲到的处分行为跟负担行为的话题 那么可能就不理解 到底什么行为是务权行为 到底什么行为是债权行为 好 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解析 其实处分行为跟负担行为 务权行为跟债权行为划分的标准 就看这个行为的直接结果 是导致权力的变动 还是使得一方对他方负担债务 如果说直接导致权力的变动 它就是处分行为 如果导致一方对他方负担债务 叫做负担行为 典型的直接导致物权的变动 那是物权行为 导致负担债务 那是债权行为 好 这个划分从哪来的 在德国民法上 把这个物权变动的过程 分为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债权行为的阶段 就是一方对他方负担债务的阶段 而第二个阶段呢 是物权变动的阶段 处分行为的阶段 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先感受一下 这样理解起来更为容易 比如说 我把房子卖给在座的各位 第一步 签合同 我们刚签完合同 没有给你办过户的时候 你拥有这套房屋的所有权吗 当然没有 基于这个合同 你所拥有的权利是 要求我 履行这个合同 也就是 办理过户 交付房子给你 对不对 所以这个阶段 是非常典型的 债权行为的阶段 是负担行为的阶段 因为我们签这个合同 其直接结果 使得一方对他方负担了债务 比如说 对我而言 我对你负担的债务就是 应该把这个房屋 过户给你 交付给你 好 第二个阶段 是我们一起 到房产登记部门 把这套房子 过户登记给你 而这个阶段 一旦完成 你就拥有了房屋的所有权 也就是说 过户登记完成 就导致了 物权的变动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处分行为 物权行为 因此 对债权行为的界定 指的是 使得一方对他方负担债务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 定立 买卖合同 对吧 而这个物权行为呢 指的是 直接导致了物权的变动 比如说 定立了买卖合同之后 交付动产的行为 办理不动产 登记的行为 好 再具体 我们看一下 一般的物权变动的过程 我们刚才讲 把它分成了两个阶段 债权行为的阶段 和物权行为的阶段 比如 张三把他的房子 卖给李斯 第一步签买卖合同 这个阶段 是非常典型的 债权行为的阶段 也就是说 负担行为的阶段 使得一方对他方 负担了债务 应该交房 办过户 第二个阶段 办理过户登记 这是物权行为的阶段 处分行为的阶段 因为一旦 过户登记完成 这个房屋的所有权 就转移给李斯了 这样是不是非常简单 好 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张三把手机 卖给李斯 第一步 签买卖合同 买卖合同签完 导致的是债权债务的变化 一方对他方 负担了债务 对吧 也就意味着 张三 他有一个债务 应该把手机交付给李斯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他只是一个 债权行为的阶段 负担行为的阶段 好 第二步 张三把手机 交付给李斯 一旦交付 手机的所有权 就转移给李斯 所以这个交付 他就是很典型的 物权行为 处分行为的阶段 这样理解 是不是就非常的容易 好 下面我们看 正因为 有这个物权行为 跟债权行为的划分 所以呢 在物权法律制度当中 就有了这么一个原则 叫做物权变动的分离原则 什么意思 就是在物权变动当中 这个债权行为的效率 跟物权行为的效率 应该分开处理 一句话叫做物权变动 与否并不影响合同的效率 就最终那个物权 有没有发生变动 并不影响前面这个债权行为 合同的效率 比如说 我跟大家签合同 这支笔卖给你十块钱 我们这个买卖合同的效率 不会因为最后 我有没有把这支笔交付给你 你有没有获得它的所有权 而受到影响 哪怕最终 我没有把这支笔交付给你 你没有获得所有权 也不影响我们之间 买卖合同的效率 换句话说 买卖合同作为一种债权行为 它的效率 应该根据 合同法律制度去处理 也就是根据 民法典的合同变 而后面 物权有没有发生变动 比如说 有没有交付给你 你有没有获得所有权 物权行为的效率 是根据物权法律制度 去判断 好在 举个例子 比如 张三把房屋 抵押给银行 签了 抵押合同 最终 如果没有办理 抵押登记 虽然说 抵押全部产生 也就是说 物权没有发生变动 但是呢 抵押合同 却已经生效了 对不对 这就是物权变动 与否 并不影响 合同的效率 好 下面我们看 物权法律制度 第四个比较基础的问题 物权的变动原因 和物权的取得方式 在这里面 大家主要是理解 一个什么叫做物权变动 虽然我们前面也提到 但是呢 没有解析 所谓物权的变动 指的是 物权的取得 变更 消灭 都叫做物权的变动 它的范围是很广的 包括了所有权的取得 转让 消灭 比如说 某公司 拿了一块地 它在上面盖房子 它把房子盖好 它就取得 这个房屋的所有权 这是所有权的取得 这是一种物权的变动 它把这个厂房 卖给 另外一个公司 比如说 这是假公司 它卖给乙公司 它把这个厂房 过户给乙公司 这是所有权的转让 过户给乙公司之后 如果因为地震 这个房屋没了 这是所有权的消灭 这些通通都叫 物权的变动 当然还包括 它物权的设定转让 消灭 也叫做物权变动 比如说 我把房子 抵押给银行 办理抵押登记 银行产生抵押权 这是一个 他物权的产生 这是一种物权的变动 好 银行 把它的债权 连带抵押权 转让给 某资产管理公司 这是抵押权发生转让 这也是一种物权的变动 最后 我把欠的钱还了 既然主债权消灭 抵押权也会消灭 这是抵押权的消灭 也是一种物权变动 所以这个物权变动的范围 是很广的 它包括了所有的物权的取得 变更 转让 消灭 好 这是第一个需要理解的物权变动 那下面我们看 关于物权变动的原因 跟物权的取得方式 我们要区分处理 物权变动的原因 主要有两大类 一类是基于法律行为 导致的物权变动 一类是非基于法律行为 导致的物权变动 所谓基于法律行为 大家看 我们在前面讲 民事法律行为 就很重要了 法律行为 是以当时的意思表示 为构成要素的 所以 是根据当时的意思表示 而导致的物权变动 这叫做基于法律行为 比如说 买卖 赠互役导致的物权变动 我把这支笔卖给你 基于买卖 你获得标注的所有权 这是一种基于法律行为 基于我出售的意思表示 导致的物权变动 或者我把这支笔送给你 或者用这支笔换你的手机 你之所以 获得这支笔的所有权 导致这支笔所有权 发生变动的原因 是因为什么 我们之间的这种 赠予的意思表示 交换的意思表示 所以它是基于法律行为 基于当时的意思表示 导致的这种物权变动 好再看 第二类呢 是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 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当时的意思表示 它是根据法律的规定 也就是民法典当中 物权变的相关规定 导致的物权变动 在这里面 具体就包括了三种原因 第一种是基于 法院的判决 仲裁的裁决 这样的法律文书 以及政府的征收决定 所导致的物权变动 比如说 我跟在座的各位 因为一套房屋的产权 发生争议 房子登记在你的名下 而我去法院起诉 最后法院判决房屋 归我所有了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之所以获得房屋的所有权 是因为法院的生效判决 在这里面 就没有我们俩之间的 意思表示的问题 对吧 所以叫非基于法律行为 好 第二种呢 是因为继承 比如张三 继承他父亲的一套房屋 遗产 这是基于他父亲去世 而张三 作为他父亲的法定继承 继承而得来的 并没有当时的意思表示 在里面 对吧 再有第三种呢 是基于合法的建造 拆除等事实行为 导致的物权变动 比如说 某公司拿了一块地 盖了一栋厂房 他之所以获得厂房的所有权 是因为他合法的建造行为完成 或者说他盖好之后 觉得不好看拆了 好 因为拆除 他又失去了这个厂房的所有权 这都是基于事实行为 而导致的物权变动 没有当时的意思表示 所以在这呢 大家先要理解 什么叫基于法律行为导致的物权变动 为什么这三种是非基于法律行为导致的物权变动 好 再有呢 就是 大家会看到 在教材当中 有讲物权的取得方式 包括了原始取得和寄受取得 是否意味着 基于法律行为的 叫寄受取得 非基于法律行为的 叫原始取得 他们俩划分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不要把它捆绑在一起 好 我们来看 所谓原始取得 指的是 非基于他人的在先权利 而取得物权 一般也就是 直接根据法律规定 而取得物权 比如说 基于生产行为 像工厂 把原材料加工成产品 基于它的生产行为 它获得这些产品的所有权 不是基于他人的在先权 而是根据法律的规定 所以叫做原始取得 包括 比如说 自习 天然自习的所有权 比如在座的各位 家里有一头母牛 生了一头小牛 小牛谁的 当然是你们的 你们为什么获得小牛的所有权 那是因为你有母牛的所有权 所以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规定 天然自习 有用义务权 归用义务权 没有用义务权 那就归所有权 那这头牛 当然不可能存在用义务权的问题 对吧 所以呢 你想有所有权 你就拥有了 他所派生出来的自习 小牛的所有权 这也是基于法律规定 原始取得 包括 因为先战 天赋 实得一失物 等等原因 都是根据法律规定 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所以他叫做原始取得 好 在这里面 先战跟天赋这个概念 在这个阶段 大家不需要了解 实得一失物 可能有同学会有疑问 说老师 实得一失物 还能原始取得 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 实得一失物 根据民法典的物权编 实得人 应该主动返还 或者是上交有关部门 也就是知道是谁的 还给他 不知道谁的上交有关部门 好 再根据法律规定 上交有关部门 公告一年 无人认领 收归国有 也就是国家 获得这个 遗失物的所有权 是根据 民法典的 明确规定 明白了吧 所以 并不是基于他人的 在先权利 而获得物权 直接根据 法律规定 获得物权 我们把它叫做 原始取得 而所谓 寄授取得 指的是 基于他人的 在先权利 而取得物权 主要是 基于他人的意思表示 也就意味着 基于 法律行为 导致的物权变动 确实属于 寄授取得 没错 但并不意味着 寄授取得 仅仅是 基于法律行为 而取得 这里面 基于法律行为 基于他人的 意思表示 而取得 典型的 像基于买卖 赠予 互役 而获得 标的物的所有权 我把这支笔 卖给你 或者送给你 或者跟你交换 你之所以获得 这支笔的所有权 是因为 我有出售 有赠予 有交换的意思表示 没问题 还包括 因为抵押 质押 而取得 担保物权 我把这支笔 抵押给你 质押给你 基于我们之间 抵押跟质押的意思表示 然后再满足法律规定 你获得担保物权 对吧 也没有问题 但是呢 除了基于意思表示之外 还有可能 是基于特定的法律事实 也叫做 寄授取得 典型的 继承 大家看 继承 我们在前面讲了 它是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 但是因为继承而获得物权 它是一种寄授取得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比如 张三 他爹 张大三 去世的时候 给张三留了一套房子 张三之所以获得这套房屋的所有权 前提条件 是因为他爹拥有这套房屋的所有权 而他自己基于自己作为一个法定继承人的事实 继承了这套房屋 所以他获得了标地物的所有权 因此前提条件 是基于他爹的在先权利 而取得的 简单的讲 他爹如果没有这套房屋的所有权 张三也就不可能获得这套房屋的所有权 因此呢 基于特定的法律事实 典型的既承而获得物权 我们也把它叫做既受取得 好 这就是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 跟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 和物权的取得方式 原始取得跟既受取得之间 它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